失去完美的聲音恐怕是一名聲樂家最難以承受之重 享譽國際的韓裔聲樂家 他十年前在德國一場演出之前 突然發不出聲音 緊急檢查竟然是罹患了甲狀腺癌 但是他沒有放棄 而是動了一場很特別的手術 恢復了歌唱事業 他的傳奇經歷最近被改拍成電影 他們也受邀來台灣分享心路歷程 你沒有看錯外科醫生拿著麥克風 要讓患者適音 這不只是一部電影 還是一位聲樂家的真實人生 これは真実の物語 激昂有力直擊觀眾情感的美聲 是上映世界的傳奇男高音 韓裔聲樂家裴載撤給大眾的完美影像 但卻在十年前 德國一場獨唱演出時 喪子出現問題 患者癌症 它會讓他再次唱歌 他是唱歌 他是一位唱歌 你生日還是唱歌 最重要的事 戲劇化的音樂人生 被改編搬上大一幕 黑仔車與經紀人輪到東太郎 特地來台分享心路歷程 當初就是經紀人照片全世界 被當時連說話都有困難的陪載車 騙尋醫生 最終在日本進行了一場 世界首例的聲樂家聲帶重建手術 被稱為是醫學奇蹟 理學部長 藝人ullah先生說的 一場uss 是chau 弦所說的 還ION 劇旨 べ 所以我不能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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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仍然不放棄 所以我自身就開始了 結果我現在可以放棄 再回復了 因此又有影響 首先,最初聽到時 而他の声は世界の宝物で step by 私の命をかけて全生をかけて 世界の宝物だということを分かったです 人類遺産みたいなもんで例えば エジプトのピラミッドがそこにあって 沢山観光客が来るため それは大事なものとして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と同じことですよね 談起共同面对病痛到初書拍電影も イチェ・ワン・ユヨヨユ 首先,我认为我做电影的意义 我认为电影是不容易做的 所以,我认为我做电影的意义 我认为我认为电影 我开始拍摄电影 我认为人们信任、支援和一起走 我认为我无意识 我认为这种映像 我认为这种映像 我认为世界中的很多人 我认为这种重要信息 我认为我非常幸福 我认为这种幸福 靠着信任和互相支持 走过人生低潮 裴仔车更亲身为电影歌曲录音 并帮主角培训一年 现在连宣传都自己来 虽然目前还无法附和 两三个小时的现场声乐演出 但他要透过电影分享人生 让更多人坚持希望 拥抱梦想